妇女俩身体被互换,走台阶食音裙子过短,父亲受到女儿的教训,本期立哥带来电影《爸爸是女儿》。 杜妍小时候跟父亲感情很好,还曾说过长大后要嫁给爸爸,但等成年之后,妇女俩却形同陌路。 所以生活在同一屋檐下,杜妍却不愿意与父亲交谈,还经常戴着耳机,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,忽视爸爸的存在。 这天晚上,一家人去看望爷爷的身体,不料在一棵银杏树下,父女俩又爆发激烈的争吵,父亲不慎摔坏女儿的耳机,这导致杜妍特别伤心。 父亲说上班族的生活充满艰辛,杜妍则委屈地说道,面临着繁重的学习压力,学生也不轻松。 父女俩相互赌气,都认为如果呼唤身份肯定不会感到轻松,但两人没有想到,面前的这棵银杏树,是有达成心愿的功能。 杜妍坐在父亲的车上,两人准备回家,结果在路上遇到车祸。 等醒来后,父女俩身在医院,可真如昨晚所说,杜妍和父亲的身体被互换了。 为了寻求解决的办法,父亲连着女儿去往精神病院,找到老同学秉振求助。 但听完父女俩的叙述,秉振却觉得是在开玩笑,便把两人赶了出去。 为不引起恐慌,父女二人一致决定不将此事告知妈妈。 后来杜妍和父亲在网上和图书馆查找,可确实白费功夫,突然间两人觉得也许跟银杏术有关系,便打电话给爷爷。 结果被告知七天后,一切就会恢复正常。 在这段时间内,杜妍选择跟父亲和睦相处。 转眼到了周一,父亲穿着女儿的衣服去上学,却因在走阶梯时,穿着短裙没有遮挡,导致父亲被杜妍教训了一顿。 父亲也吩咐杜妍,在上班期间一定要保持稳当和低调,不要露出破绽。 上班的第一天,杜妍了解到身为科长的父亲,虽然是个小领导,但似乎不太受同事欢迎,有种被孤立的感觉。 而父亲在学校的第一天反倒过得很精彩,他还去参加乐队部的面试,凭借一番略显粗犷的表演,成功博得杜妍男神的欣赏。 好不容易熬到下班,杜妍却被告知要跟随同事去应酬。 由于杜妍不愿意喝酒,因此被客户要求当众表演歌曲,杜妍毫不示弱,不仅大秀舞技和唱功,还获得超高的分数。 客户猥琐又好色,不停骚扰在父亲手下的女同事。 于是杜妍偷偷录制视频,虽说制止了对方的行为,但客户却不愿再继续合作了,回家的路上杜妍摸着老爸的旧公文包,看着脸上的皱纹,一瞬间突然有些心疼父亲,做一家支主的确挺不容易。 回到家后,得知对方今日的所作所为,父女俩强忍着心中的怒气,强烟欢笑,毕竟说过要和谐相处的。 模拟考试将要到来,父亲准备向女儿证明,学习是一件简单的事情,但等到考试当天,父亲却啥也不会,于是感到十分懊恼。 另一边,杜妍虽受到上司的责码,却意外跟同事拉近了关系,杜妍还帮着同事追求女生,传授恋爱秘诀。 男神主动传来讯息,提出要跟杜妍约会,杜妍知道后兴奋不已,他恳求父亲前去赴约,自己则偷偷跟在后面尾随,想知道整个约会的过程。 当一见到男神,转接向父亲靠近,杜妍赶忙跑上去阻止。 男神一见到杜妍的父亲感到不知所措,下意识地伸手问好,而杜妍则抓着男神的手,一直都不放开,虽然举止怪异,但约会还算是成功的。 在一场重要的会议上,针对父亲的工作,杜妍说出内心的真实想法,却意外得罪了会长,甚至牵连整个组被强制解散。 得知自己的任性举动,导致父亲丢了饭碗,杜妍懊不已。 就在会长坐车离开时,父亲骑着自行车及时赶到,结果被会长的车迎面撞上。 经历车祸的父亲住进医院昏迷不醒,杜妍坐在病床边诉说着心事,自己并不是讨厌爸爸,而是一直达不到父亲的期望,感觉让爸爸在别人面前掩面尽失。 说着说着,杜妍哭得气不成声,深夜,一片一听书的树叶,随风飘到病房,落到父亲的枕头上消失了。 隔天,父女俩醒来,发现身体被换回来后,内心除了激动,还有一阵心疼。 杜妍体会到作为父亲的心酸,而父亲也感受到女儿的不容易,没有人能够轻松过活的。 这一场意外后,父女俩原本疏远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亲密。 不顾一切跋山涉水越红尘,不畏追名逐利,而是找回初心。 人需要不停地历练,宝经风霜,才可受到温柔的灌溉。 故事让人生更完整,不管好与坏,即便丁点大的小事,都可以成为一生中最为难忘的回忆。 那么今天就到这了,我是李哥,原作灯展,照亮你心。